哈喽大家好 我是那个声音迷离 人更加迷离的小莫 今天小莫给大家推荐一个构思绝妙的电影 贪婪 电影开始 一个杀手正在组装自己的武器 面前照片上的人应该就是他这次的狙击目标 一切准备就绪 他开始瞄准对面餐厅里的目标 而此时对面餐厅里还是一片祥和的景象 大家该吃吃该喝喝 照片上的那个目标 正在用金表插看时间 结果放回衣服的时候不慎掉在了地上 这时林珠的女孩看到了 似乎有些想法 他老公顺着女孩的眼神看过去 瞬间心领神会 接着男子拿出了一卷布袋 明明全是他的装备 看来已经是老手了 他把拐杖伸过去 钳住了金表准备往回收 可这时一个穿红色袜子的服务员正好走了过来 倒霉的服务员一下子就被拐杖绊倒 男子生怕被发现 以最快的速度将金表收入囊中 周围人都被服务员跌倒的事情吸引了 完全没有人注意到金表的事 接着经理过来 训斥了服务员 给客人道歉 得手的男子微微一笑 似乎对自己的操作很满意 画面一转 餐厅外的一个男子正在气氛的抽着烟 第一眼看上去 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但看到他红色袜子后 就知道他是之前的那个服务员 很显然他因为之前的食物已经被辞退了 此时他把一肚子祸发泄在了一个罐头上 罐头随着下坡一路滚动 正好砸中了一个补薯夹 旁边那个差点被食物诱惑的老鼠得救了 没办法的只能去其他地方寻找食物 画面一转是个演播厅 这个视角应该是拿着老鼠的 下面一个新闻播报员正在进行直播 接着画面切到了一个理发店 里面的理发师正在工作 这俩人似乎都被电视里的新闻播报员所吸引 并且此时理发师的剃刀正在顾客的耳朵旁 突然电视里播报员大叫 有老鼠 理发师被吓了一跳 而顾客此刻经历了什么 相信大家都知道 接着又画面一转 一个大叔在和女孩约会 可他却抱着电话不放 突然下方传来的那个被割伤耳朵酷壳的惨叫 服务员和大叔之间的电话线拉得过长 瞬间话筒被弹飞了 大叔没法说话了 此时电话那头的大叔的老婆非常气愤 立刻拿些戒指准备和大叔离婚 不巧胳膊碰到了旁边的酒杯 酒杯从窗口掉落 可巧的是下方正好是杀手的位置 杀手开枪的瞬间 酒杯砸中枪身 准心偏移 目标安然无恙 而之前那个减金表的男子去中枪了 他怀中的金表要出 乌龟远煮 电影结束 看完视频 小莫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你们老家最好吃的小吃叫什么呢 快快告诉小莫 小莫一定要吃遍他们 小莫 大乡 大乡